注意看 淡宅岛中的盖碗茶青青 她每天都靠在桌子旁 当我们淡宅 用手把她推开桌子离开后 她会立马跑回桌子 那么她每天都待在桌子旁边 究竟是为了干什么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盖碗茶青青所处的位置 就在摩天轮的右侧 如果你在淡宅岛中也见过她 那么请点一个赞 让我看看 有多少小伙伴都见过她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淡宅岛中的盖碗茶青青 她很奇怪 她是一杯茶 她是一个悲剧 但是和她一起来到淡宅岛的 其他两个同伴 都不是茶具 都不是茶具 比如说 熊猫碎碎 她是一个生物 穿具少女 梧桐 她是一个人类 唯独盖碗茶青青 她是一个茶杯 她并不是生物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盖碗茶青青 每天都待在桌子旁 究竟是为了干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找到了答案 其实她是为了晒天空中的太阳 这一点 在她入场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们了 你们听 太阳出来了 在太阳了 所以说 当盖碗茶 青青从茶杯里面出来以后 她坐在了凳子上 她其实就是要晒太阳了 所以她坐在凳子上 不离开这个桌子 就是为了晒蛋 再到天空中的太阳 你们知道了吗